下日嫌嫌就正好眠 不是,說錯了 應該是正好玩開篷車才對 不過為何三部開篷車都濕透了呢? Merceda MX-5 RF Winged Rover Evoke 開篷版 都是我們今次測試的車款 兩款車都針對不同的車主 情侶、家庭、戶外愛好者 為何車身會濕透? 還要問當然是下雨 下雨可以試試什麼呢? 微微雨開著縫 沿著恩老停車場 出去的士尼調一個圈回來 究竟會不會人都濕透了呢? 非常厲害,原來看不見魚 是乾的 感覺不到,再來 這真的乾的 乾的 其實剛才開著車是一定雨都沒有 OK呀 我一定雨都沒有 開篷車再開冷氣 冷氣會不會走光,溫度又是多少呢? 而且兜風能力又是怎樣? 頭髮會不會亂了? 我們就用測風和測溫錶量度一下 而時速劃180公里 溫度16度 風力更加調度最大 加上寶馬420i的開篷版一起測試一下 測試一下 溫度很高,不熱嗎? 溫度是29.5度 但其實感覺上冷氣足夠涼 風來講坐前面,頭部也不算很亂 GIN 雖然說著布爾福 但寶馬420i 和 MX-5 RF 都差不多 冷氣走勻車籠 所以體感溫度是涼爽的 根據布爾福風級表 三部車的來龍風速 綜合由1.7 至3.1 秒速之間 風級是第二級 強度即是輕風 夏天開篷,真的不怕會熱出汗 但如果你想知道它們的操控性能和開篷快慢 就要看另一部故事